在台海关系紧张以及印太情势升温之际 中国的军舰一举一动当然是备受各界的关注 而根据了NHK电视台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冰州号飞弹护卫舰 一号被卫星拍到现身台湾东北方海域 距离基隆只有125公里 由于地点很靠近钓鱼台海域 日本除了海上自卫队派军舰跟舰之外 还出动了海上巡逻机升空警戒监视 而我国海军基隆级驱逐舰 也跟日本海上自卫队分头跟肩包抄 军事专家分析 这次冰州号还有两架巨金伴随 显示共军可能已经在东海 进行海空联合反潜操验 国军必须要特别注意